《遺憾收藏館》 起初寫《遺憾收藏館》 其實不是故意弄哭觀眾 我真的覺得遺憾是甚麼一回事 在最初劇本有的時候 都只是一個很簡單的核心 但因為排戲的過程之中 大家會再想多了劇本的意思 對白的意思 我感覺到每個人對遺憾的感覺又不同了 對這個舞台劇的寄望又不同了 當這次是最後一次 好好享受 因為這個魔法是一次的 這件事是一次的 第一次遺讀的時候很大挫敗 很大挫敗是因為寫了幾個月的劇本 最後是說 有時候你們是要重寫的 這個劇本 但是新的這個劇本 新的這個稿 是真的 我體會多了 我喜歡多了 我覺得是寫得好 我自己都一直寫 哭了幾次了 所以希望大家都喜歡進去 我們兩個都是欣賞Elsi 最欣賞是Elsi 最欣賞是Elsi 劇本我都覺得是非常驚喜 我第一次看到她寫給我們的劇本 是很好 我覺得寫得很完整 當然一邊排練的時候 她又很盡責地 一邊更新的劇本 又更新的劇本 去到第二層或第八個 那些叫停了 好了夠了 不要再來 專心點排氣 她們的意見和想法 她們不斷推動劇本變得更好 這就是兩個導演的功力 她們是不斷 每一句對白都不放過 然後她們深化了劇本 我覺得她們兩個真的 這次舞台劇的靈魂人物 才是她們兩個 其實每個表演者在台面上表演 尤其是我覺得在台面上表演 其實她要有一定程度的信心 她才可以有一種 穿透力 這個穿透力是怎樣來呢 就是要了解自己 在台面上就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你能不能夠了解 你自己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不厲害的地方 你可不可以把不厲害的地方 變成是你的武器 變成是你厲害的地方 排了一個月 我覺得這個角色 跟我收到劇本的時候 那個角色 或者拍攝的那個角色 到現在這個角色 是完全兩個人 是完全很極端的兩個方向 所以我覺得那個轉變是很大的 也是一邊排的時候 我們一邊摸索那個角色 到底是怎樣呢 然後一邊慢慢掃除它出來 最迷失的那一天是 我想我怕了排我那一場 因為我那場是 情緒起伏都很大的 那 每次當我情緒起伏很大的時候 那個人呢 我都很怕被自己的心情去到這樣 的上升和下降 我們其中有一天排戲 因為那時候都在揣摩那個演法 因為朱謙導演 經常都是說我 即是我的情感 要不就零 要不就一百 我控制不了它 雖然朱謙就叫我不要控制 他就是說 你應該要釋放 但是 如果我要演十場 如果十場都是一百分 這樣就很糟糕 所以我在中間 其實我一直在找那個位置去調節 但是我需要去試了 我才可以調節到 其中有一天排練 就是把我心裡的情緒 一次過發洩出來 然後那一天排戲 其實我是哭到瘋了 即是 我想是 未試過哭得那麼厲害 很久 所以印象很深刻 而且我哭完那一次之後 好像之後 整個人好像舒服了 這樣 釋放了 所以感受很深 就 這個真的是人少少才說 那 因為剛好 最近 看到一些 身邊的人 的親人離開 那所以 每次的對白 我都會想起 原來我家裡是 那麼重要 因為前陣子我都在醫院出入 我看到這個 原來 面對生離死別 原來是 不是一種態度 是一種 是一種恐懼 是 很害怕 但那種害怕是 會藏在 底裏 原來我第一次 在拍劇的時候 說這個對白 我感受到那種恐懼 是會苦笑 原來是他這樣的 那我覺得 很震撼 那種感覺 我終於明白 Elsi為什麼她這麼寫 Elsi不知道是不是 有沒有這樣的經歷 但我不知道 她寫得 真的很倒極 原來未去到排戲 未入那個角色 因為很多事情我都沒有計算進去 自己寫 可能你會覺得很著數 我好像已經知道要表達什麼 這句話是說什麼 但是 原來進去 走進那個set 有了對手 有了行為 我會發現 我好像從來沒有看過這個劇本 這個其實是 對我來說是很驚奇的 因為我們 我自己是一個很理性 很冷靜的人 我會覺得 我這句話 我寫了我記得 我背對白是最快 因為我寫的 但原來很多時候 導演說多些感受的東西 或者叫我再感受多些的時候 我是沒有想過 某些句子我會哭 某些句子我會笑 別人說對白 我自己觸碰到 我也會哭 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是最驚奇的 希望我們會把我們 在角色學到的東西 想表達的東西 都可以傳遞到給觀眾